夜晚,天空下起大雨 雨滴坠落在地上,惹得人心烦 野族歪人们回家的脚步 京西在厨房做饭,等待着下班回家的丈夫 闷锁突然传来转动的声音 她十分紧张,切菜的手抖得不停使唤 她强装震停站在那里,一刻都不敢回头 一个女出生生从门外缓缓走进来 她全身湿透,还沾满了泥巴 更让人心疼的是女孩似乎受了伤,满身都是血 她看着京西对自己的疏离十分难过 京西十分的害怕,不敢应声 但女孩离开之后,拿着十字架躲在桌子底下 等待下班的丈夫 女孩已经以这样的方式来家里一段时间 她求求丈夫不要把她一个人挣在家里 丈夫听到她提起小女孩的事情就会很伤心 因为那个每天到家里的小女孩就是他们的女儿 她在几天之前刚刚去世 丈夫十分的疼爱女儿 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她,哪怕只是梦里 就算用自己的命去交换也无怨无悔 她埋怨妻子才不能害怕女儿呢 她虽然是寂寞 但她对善如十分的好 在生活上更是照顾的无微不至 她将女儿的死归结于自己的过错 这一切她要从几天前说起 在去接孩子的路上,京西出了车祸 事故并不严重 但是耽误了接孩子放学 自大那天起,女儿就消失了 几天后,她的尸体在荒野被发现 初中女孩被杀案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 这并不是个案,而是连环杀人案 不免让周围的人担心这附近的治安 犯罪分子有一个癖好 她喜欢把人肢解之后将其放进行李箱里 看着熟悉的红色旅行箱 让香包店的老板不禁想到 曾经有一名男子到店里购买 支票上写的名字竟然是外卖员的 老板想要报警却被妻子制止了 这种毫无证据的执政 不仅会让自己陷入麻烦 还会让香包店的生意惨淡 为此,她只好作罢 觉得此人奇怪的可不止老板一个人 还有那名叫做安尚一的外卖小哥 看着连环杀人案的新闻 让她想起住在附近那位客人 她非常奇怪,对人也十分的冷漠 无愿和别人多说一句话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到处追放着杂物 地下室还会传来声响 而这个人有时间强迫症 总会在固定的时间订披萨 每隔十天 他们的订餐电话一定会响起 他们的怀疑很准确 名叫陈鹤的人 确实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他去送餐的那一天 正好是善如遇汉的那一天 那一天放学 竟心没有能及时接到女儿 被陈鹤盯上之后 关进了地下室 手脚都被绑着 嘴也给堵上了 没有人能听到的求救声 无论他怎么发出声响 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 他一遍一遍哀求陈鹤放过自己 可陈鹤只是看着他笑 到时候的猎物 他不会轻易放过 一定会把他折磨到死 他看着猎物在他面前惊恐 吃披萨是一种享受 他越是害怕 自己越越开心 吃完披萨 将其残忍的杀害 并遭到肢解 花一样的年纪 本应该有美好的未来 可惜遇上了可怕的邻居 小区迎来一个新住户 名叫安赫茂 他要从事高利贷收债事业 因为有钱科 所以每次只要他家父亲出了事 都会被交到警察局做调查 这样原本就害怕的小区居民 更加担心父亲的治安 他们都不愿意和有钱科的人做邻居 小区的保安显得尤为重要 可偏偏这个时候 小区的保安是个老酒鬼 上班时间不是巡逻检查 而是百花弄草 每一次都要被管理院说教一番 折天老黄在垃圾堆饭找 他发现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里面的气味十分的难闻 从里面的碎片找到住户承赫 以垃圾威胁他向他讨酒喝 承赫并不承认那是自己的垃圾 见词经济 老黄决定让他心服可服 打开垃圾堆发现并不是食物残渣 而是善如的校服 这下老黄彻底明白 原来制造连魂杀人的犯人就是他 不过他明白的太迟了 承赫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威胁到自己的人 他拿着锤子向老黄的头上砸去 死了的老黄被拖进地下室 这是善如的妈妈从外面回来 看到地上鲜红的液体吓了一跳 乘客在他面前满游游擦吃 他用红酒掩盖了血腥味 所以善如妈妈并没有发现这是血迹 还以为只不过是红酒被打碎而已 老黄的死是个意外 还没有过十天 但是他还是点了一份披萨 毕竟吃披萨和杀人是标配 每死一个人他就会点一份披萨 一边看着死者一边吃 这一次又是安商议来他家送披萨 出于好奇 他十分关注连环杀人案 在网上搜索很多相关的新闻 有很多发现尸体那一天的照片 虽然周围群众都打了马赛克 但他还是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 这一次他留了一个心眼 他看到一顶蓝色帽子 那个就是照片商人戴的帽子 可一顶帽子便不能证明什么 杀害老黄之后 成鹤又到同一个香包店买了两个旅行箱 有了上次的怀疑 香包店的老板格外的紧张 还故意在他面前给安商议打电话 接机试探他对这个名字是否紧张 他自己手足无色的样子被对方看了出来 成鹤故意给错钱试探他 结果老板数都不数直接装进口袋 这下验证成鹤的怀疑 他自己暴露了 失去女儿的信息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然而他每日都活在痛苦当中 一天他回家被迎面而来的小女孩秀妍吓了一条 他和善如长得太像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孩不禁落泪 也从秀妍那里知道女儿一些事情 女儿在学校十分的孤独 也没有什么朋友 只要做妈妈的惊喜十分的信讨 也没能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 他对这个妈妈一定是失望透了 秀妍安慰他 就算妈妈什么都不做也是妈妈 不是为女儿做过什么才能称为妈妈 只要对女儿充满爱 那就是妈妈 秀妍的话宽慰的惊喜很多 和秀妍聊完之后送他离开 却发现住在楼下的人也在看着秀妍 不过他并没有多想 经过秀妍的开导 他不再害怕女儿的房间 这是自从出事以后 他第一次进去 这里到处都是女儿的影子 看着房间里的台里难过得流泪 那上面清楚地记着他的手指 原来他喜欢这个妈妈只是不会表达 妈妈喜欢吃柿子 他就给妈妈摘来最新鲜的柿子 可惜他最终都没好意思送出去 夜幕降临 惊喜如往常一样在家做饭 同样的时间 如善的灵魂再次回到家里 这一次他并没有害怕 而是回应了女儿 并且紧紧地抱住他 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现 他爱着女儿 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他 如善从来没有埋怨过妈妈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妈妈一个拥抱 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到天堂去 只不过秀妍和如善长得非常像 就连成鹤也吓了一跳 牵手杀死的人突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 内心再强大的人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只不过是错觉吗 秀妍的出现成为他的心魔 很快成鹤家引起小区保安的注意 由于要处理尸体 他用了太多的水 原本保安以为他家可能是水管爆裂 打电话询问状况 他态度恶劣 否认自家水管的事情 换作是谁都不会再理会 然而秀妍在11号楼检查一副眼镜 并枪心放到了保安时 保安一眼便认出来这是老黄的眼镜 老黄这几天联系不上 再联想到102住户的用水量 一种想法突然涌上保安心头 促使他一定要去看一看 成鹤一开始并不打算让保安进来 但保安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无奈只能让他进来检修 保安检查了卫生间的管道 并没有发现漏水 没想到他有提出要看地下室的管道 保安的这种行为 完全就是千里送人头 成鹤早已准备好杀死保安的准备 他仔细观察地下室 发现这里堆满了杂物 而地上也放了个行李箱 除此之外 地下室还放上大量的清洁剂 只有不免让人产生怀疑 一个短期租住的人 怎么会买这么多清新剂 保安并没有发问 而是老实的修理管道 他发现附近没有被清理干净的毛发和血迹 他可以确定住户就是连环杀人犯 成鹤想要杀死保安 但是保安手里有板手 双方如果打起来 没有绝对的胜算 看着保安如此淡定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现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 便放过了他 从成鹤家出来的保安 并不打算报警 一旦报警 他隐藏15年的秘密 就会重天天日 越来越多的人 对成鹤的身份产生怀疑 他不能再待在这里 必须尽快离开 他从中介寻求到一份新工作 两天之后便会从这里离开 此时他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他发疯式地寻找 发现掉进行李箱里 行李箱是密码所 他竟然不知道行李箱的密码 因为这件事情 香包县的老板遭了疑 趁着夜色将他抓了起来 绑在地下室 他又点了一份披萨 准备实施杀人计划 然而外卖小哥发现钱上的血迹 怕在窗口观望 差点被乘客发现 好在保安在附近巡逻 就向外卖小哥一命 小哥将自己的一过 告诉保安大叔 保安三言两语将外卖糊弄走了 其实他比谁都清楚 乘客就是杀人犯 但他不能报警 因为一带警察来了 自己15年前发的杀人案也会暴露 还有5个月 他发现的案件就会过了送送期 那时的他就会获得自由 乘客的行动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保安发现盯上了修颜 那是个多么好的孩子 经常将自己的面包送给他 在他心里 修颜就和自己的女儿一样 他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 只要他不伤害修颜 他做什么都无所谓 这次警方突然逮捕了安和帽 他被列为连环杀人案 投号侵犯 原来这一切都在乘客的计划里 他就用老板的手机 打给安和帽让两个人产生关系 警方从他的通话记录寻找线索 承贺交两把绑架之后 又将安和帽引出来 故意挑衅他 让他打自己一顿 让凶器上沾上他的指甲和DNA 将警方的电查线索 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切都让安和帽一头雾水 不管他怎么解释 警察就是不信 小区里面发生了谋杀案件 人心惶惶 都想尽快安装摄像头 为了证据住户的同意 他们愿意配合 一切的计划都十分的完美 承贺等待着放学的秀妍 可但忽略其中一个变数 老板并没有死 醒来后的他 听到行李箱的手机铃声 拼命的用头撞开 在手机没有电之前 向外界发出了消息 外卖小鹅接到电话 预感到事情不妙 他急忙赶去了救援 而秀妍那边也没有让他得逞 妈妈没有去捷他 可静西去了 因为暴雨 电路突然短路 整个街区漆黑一片 静西仿佛意识到危险即将发生 带着秀妍疯狂逃命 为了不让承贺伤害到秀妍 他们跑到马路中央 所有的车都因为他们而停下 车灯把这里照得十分明亮 失去下手机会的承贺回到家里 外卖小哥和保安也都赶到 双方发生激烈的打斗 履行这一切的安赫帽趁着停电 他从警局里面跑出来直奔承贺家 而承贺自然是打不过这些人的 他只有挨打的份 就是不肯说出秀妍的下落 他彻底激怒了保安 心里的愧疚 让保安拿着锤子朝承贺砸去 他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最终潜伏在小区的杀人犯 得到应有的惩罚 惊喜放弃了搬家的打算 带着对女儿思念和爱 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电影已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根据漫画改编的电影《邻居》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 甚至不知道住在自己家附近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多一些关心和关爱 就能避免这样的悲剧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观众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